古人为什么会用陶瓷枕头,难道不会割得慌? 其实这对女子有好处,我们在看古装剧的时候,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, 古代人用的枕头和我们现代人用的不一样,那是一种用坚硬的陶瓷做出来的枕头, 很多人都会有疑惑,陶瓷做的枕头难道不会割吗? 要知道,古人的科技虽然比不上现代,但他们的智慧却一点也不输现代人, 此枕的发明其实有其必要性,研究表明,它可能对女子更有好一些, 在电视剧《少年包青天》中,有一个凶手在作案的时候是用枕头伤害别人, 当初在看这一幕的时候感到很疑惑,为什么凶手的凶器不是刀剑之类的兵器, 而是睡觉用的枕头,一个寝具会有杀伤力吗? 按照现代人的生活经验,枕头都是布料包裹着棉花等填充物制成的, 怎么看都是十分柔软的,打在人的身上并不会对人体造成太大的伤害, 当镜头一转,人们就明白了,只见那能杀人的枕头还泛着精致的幼光, 原来它竟然是是陶瓷做的,当看到这一幕时, 很多人还以为是剧组犯了个错误, 毕竟很少有人能想象睡在冰冷坚硬的瓷疹上的感受, 不过瓷疹并不是剧组的杜传,它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过的, 现如今就有很多流传下来的瓷疹, 很多博物馆中都有瓷疹收藏陈列, 初次见到瓷疹的人往往会带入自己, 感觉脑袋一凉并且各的慌, 毕竟我们现在的人都是睡在软疹上的, 很难想象睡在硬疹头上的感觉, 事实上人类使用硬疹的历史非常悠久, 要远远久于软疹出现的时间, 人类脊椎有着自然的弧度, 睡觉的时候需要有东西来做支撑, 维持必要的脊椎曲度, 枕头的出现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, 在原始社会, 先民们尚不会制造复杂的工具, 自然界中的石头, 木头等物也就充当了枕头的作用, 人们就地取材, 抓住什么算什么, 只要能用来支撑自己的脑袋就好, 一直等到生产力发展后, 才有其他的枕头出现, 在中国历史上, 木制的枕头曾经非常具有影响力, 因此, 枕这个字才会带有木字旁, 随着造瓷叶的发展, 也就出现了瓷枕, 不过, 也许是瓷枕的独特造型, 人们实在想不通瓷枕的用途,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 人们都没有把它和活人的睡眠联系在一起, 而是被认为是专门给死人用的名气, 这样的猜测并非是空穴来风, 主要是因为瓷枕出现的地方不太对, 明清时机, 瓷枕很少出现在活人的床上, 而是枕在死人脑袋底下, 随着他们一起入土的, 在往后的考古工作中, 瓷枕出现的场景也往往是墓穴中, 因此,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, 人们都认为瓷枕只是作为名气使用的, 不过, 有考古专家对此提出质疑, 因为, 中国古人有着根深蒂固的是死如是生的观念, 人们相信, 死亡并非是终点, 而是另外一个世界生活的开始, 因此要尽可能的将生活中的一切都带到地下去, 以此来保证墓主人在另外一个世界的生活, 专门的名气也有, 但大部分还是对现实世界的附和, 既然有数量庞大的瓷枕出土, 那么, 古人应该也确实是有一段时间使用过的, 但要证明这个观点, 还需要更多的证据, 一些专家开始从文献上寻找答案, 诗歌, 史籍, 图画都成为他们寻找答案的资料, 功夫不负有心人, 在经过大量的寻找之后, 终于在古画上找到了瓷枕放在床榻上的细节, 生人也用瓷枕, 或许就此可以证明, 无独有偶, 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据被找到, 人们在河北巨路找到了一处送人生活过的遗迹, 在那里就有瓷枕, 这场旷日持久的关于瓷枕的活死人之争就此落下帷幕, 我国在历史上真的使用过瓷枕, 瓷枕的出现是方便女子, 随着瓷枕用途的尘埃落定, 瓷枕的历史脉络也大致被梳理出来, 目前为止, 我国出土的年代最为久远的瓷枕就是隋朝的, 因此最晚在隋唐时期, 瓷枕应该就已经出现了, 到了宋代, 经济大幅度发展, 致瓷枕十分发达, 造型各异的瓷枕也就应允而生, 明清时期, 瓷枕出现的越来越少, 最终退出历史舞台, 只作为陪葬品使用, 这也就导致了大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以为瓷枕只是名气而已, 相比于软枕, 瓷枕有非常多的好处, 首先就是它冰凉温润的触感, 要知道, 古人没有空调, 没有风扇, 夏天消暑的方法非常有限, 富人家有时候会用兵剑在房间里放上一缸子兵, 从而达到制冷的目的, 有时候也会让侍女爬到屋顶上去, 从屋顶上往下浇水, 进行人工降雨, 但穷人用到的制冷方式就非常少了, 好像除了打扇之外就很难找到别的了, 瓷枕好处在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, 根据古人的记载, 当枕到瓷枕上的时候就会顿时觉得同体凉爽, 因酷暑而导致的头昏脑胀就也烟消云散了, 也许是因为脑袋的清凉, 他们瞬间还会觉得眼睛前清晰了许多, 清凉结束, 明目这些功效就被古人记载了下来, 这让千百年后的我们得以了解到瓷枕的好处, 除了这些好处, 瓷枕的流行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, 那就是方便女子, 因为古代的女子往往会梳非常复杂的发迹, 瓷枕能保护发迹, 也古人的观点是身体发肤, 受制父母, 不能随意损害, 否则就是对父母不孝, 因此无论男女在古代都有非常长的头发, 有这么长的头发就需要好好打理起来, 千百年来除了清朝, 我过男子的发型很少有大的变化, 大多不会离开梳起来盘在头顶的范畴, 但女子的发型就不一样了, 有很多的变化, 秦汉时期, 妇女流行中分, 将头发半披在后面, 这个时候女子的发型还显得简约大方, 到了唐朝,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, 女子的发型越来越华丽夸张, 根据现在留下来的敦煌壁画, 可以知道唐代的贵族妇女往往会将头发梳得又高又大, 然后再戴上各种华丽的首饰, 在三花侍女图中就更能看出随唐侍女们的发际的隆重了, 现在的秃头少女们在看到这些人的发型的时候往往会难过, 原来现在生活压力这么大, 以至于人们的发量都没古人多, 梳不起这些大大的头发, 不过也不用担心那些唐朝女子们也用的不是自己的真头发, 而是假发, 我国很早就有使用假发的记载, 这些假发主要是来源于犯人的真发, 在身体发肤, 受制父母的观念的影响下, 市场上的假发是非常稀少的, 因此价格也就十分昂贵, 根本不是普通人家所可以承受的, 但唐朝女子对高发际的追求又十分疯狂, 普通人家的女子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, 木头, 她们将木头涂黑, 做成各种发际的样子, 最后再带到头上, 以求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, 木头的固定自然十分不容易, 真发和假发际混合在一起, 每次都要折腾掉大半天才能弄好一个发型, 当然不能轻易散开了, 要是一睡觉, 在软枕上一滚, 就全都散开了, 于是, 此枕就再次登场了, 比起一般的软枕来, 此枕的形态较小, 个头也高一些, 人枕在上面, 能活动的范围十分小, 而且, 它的高度让脑袋与床之间产生空气, 为妇女重重大大的发际保留了一个非常好的生存空间, 由于与头部的接触面积不大, 人睡在上面的时候就不会肆意乱滚, 费时费力做出来的发型也就被完完整整的保存了下来, 不过, 此枕还是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, 虽然古代女子还是有华丽的发际, 但这种睡着不能随意翻身且坚硬的枕头用的人还是越来越少, 它纵然有好多优点, 也难以掩盖舒适度不够的事实, 人们睡觉都是为了能好好休息, 但枕在此枕上又凉又硬, 很难保证一整晚的安眠, 无论气形再怎么改变, 磁疹都会存在这两个问题, 因此, 它最终被人们扔到了墓穴当中去, 不再出现在人们的床榻上, 冰凉坚硬是磁疹的优点, 也是它的缺点, 当时优点时, 磁疹就流行了, 是缺点时就消失了, 不过, 无论是否在使用, 磁疹依然是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, 也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, 传世的磁疹大多造型优美, 十分具有观赏价值, 有制作成人形的, 也有烧成寿形的, 更有烧制成元宝形的, 花朵形的, 泥土的可塑性极强, 因此, 只要在保证它有一个和脑袋接触面的情况下, 磁疹可以被变换出各种各样的形状, 而这些美丽的形态, 应该寄托着古人美好的愿望, 这些以动物做的枕头, 或许和主人的生效相吻合, 或许代表了主人对某种动物的崇拜, 总之, 都表达了它的喜好, 接下来就说人物枕吧, 在磁疹中, 人物枕的占比也非常高, 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, 就是孩童造型的磁疹与美人枕, 笑容活泼可爱的小孩子被做成枕头, 放在人的脑袋下, 陪他们入睡, 这或许与主人的囚子心愿有关, 众所周知, 我国古代十分重视子次, 甚至有不孝有三, 吾后为大之语流传下来, 为了能求到孩子, 有白子图案的生活用品十分流行, 白子图的被子经常会出现在新婚夫妇的床榻上, 有表达多子愿望的枕头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, 不过, 磁器毕竟不同于别的材质, 要在一个枕头上烧出一百个孩子非常难, 因此, 童子枕的人数往往不会太多, 以单一形态为主, 除此之外, 就是美人枕了, 要知道, 看美女是全人类的共同爱好, 因此, 全世界的各种艺术作品中, 美人的出场率都非常高, 中国的古画中就有视女图的出现, 这种绘画作品非常受大家的喜爱, 此枕也有数量庞大的美人造型出现, 这些美人往往被塑造的秀美, 整体呈现出一种慵懒贤士的姿态, 中国文人爱风流, 有牡丹花下子, 做鬼也风流的追求, 枕着美人睡觉, 对他们来说, 或许也算是得偿所愿了, 除了这些带着世俗愿望的形状之外, 此枕还有十分规矩的造型, 它就是模仿普通枕头烧制的, 从外形上并无大的区别, 不过, 古人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一个教化机会, 梦母三千, 岳母次字, 这些经典的带有教化意义的故事, 都会被刻画在词诊上, 起到实时警示的作用, 一些词诊上还有唐诗的出现, 表明了使用者应当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, 由于有些词诊是产自官窑的, 这些作品的受众群体也社会地位较高, 因此, 我们有理由相信, 那些图案较为雅致的, 就是考虑到这些人的需求, 精准投放, 雅俗共赏, 实用性与美观度兼具, 此诊虽然不再实用, 但也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财富。